看传统的拖车是如何拖走一辆车 我身后的车是一辆版车 什么时候用它呢 平板车的用途大部分主要是跑车或运送的方面 因为跑车是否转移得比较低 车身低 又或者纯田车本身是四摩打的 变成能上到版车的就会简单 反而我们赛车用版车的机会多很多 你看到很多方面 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是把车拖到安全地方之后 变成版车就到了 一辆版车能安装到多少架车 一般平板是一 但我们可以另外后面一辆轮车拖 一个人可以完成了 可以…可以拖到两辆车 会订阅炼法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店 是在看 我们下期见 有点油 有点油 可不然 还可以 有点油 有点油 也不準 你 有点油 点油 这 我们下期见 也是 mae 現在一條帶的實力有多少度 一般我們做拖車的時間 去確保輪子固定的磅數 我們通常用這些是五分的拉拉軚 那它明明要打就行了 為甚麼又要包起來 其實蓋子是為了保障 當它在車上 因為有時板車會做一些貴車 扣剛好的力點在2點和10點的位置 扣剛好就會在輪圈 變成我們有個套 最好就是保護了扣 不要把下型的輪圈 那你有沒有說一般的輪圈的壽命 我們大約一年內就要 另外這些車 這些我們叫尖 這些就是主要當輛車上去的時間 拉了手掣之餘 我們確保是攝着輪圈 因為在起落或行車的時間 多數都會動 它就確保到攝着輪圈 落到輪圈 那你們平均會有八個出來 最少八個 一般重車來說 我們會打對角 對角 對角 對, 頭輪、尾輪, 打斜 為何不攝散 都能打對角 其實可以的 但一般在馬路上 沒有這樣的時間做 那就是 但一般來說 我們最少要下四角